一根根香腸在炭火上烤到滋滋作響 将米肠切开夹进配料 摊位前看不到镜头的排队人龙 民众提前两小时来卡位 都是为了庆祝台湾队夺冠 同学有跟我说就是有免费一手 然后我就过来拍一下这样 台湾可以赢 对台湾可以拿冠军这样 缠结线 因为他打三分泡 民众手拿一份大肠包少肠 吃到不亦乐乎 而在镇对面同样也有葱油饼限量发放 台湾队魁为三十二年封王 各地陆续祭出祭品文 而台中逢炸夜市商圈一带 二十号下午四点时间一到 大肠包少肠集中油饼大放送 让民众一同欢庆 我们这边现场免费赠送 一百份大肠包少肠 然后给就是庆祝一下 让大家沾这个喜悦 没有办法到场就是一起加油 但是可以透过这个活动 可以帮台湾队加油这样 中华队的冠军 而且睽違三十二年 然后大家都很开心 冯仔夜市更组成祭品文串联加码 不光有名店售出限量的美食祭品 还有国民小吃鸡排摊与地瓜球 也有限量免费发送 天冷民众爱吃的麻油鸡 和冰沙也陆续加入串联行列 好几摊不同的美食类型 让民众边逛边拍免费吃到饱 摊商即便没赚钱 但与全国民众一起挺台湾 备料备食材非常爽快 三地新闻将军王薛道明台中报道 好